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美的一具木乃衣 你敢相信吗 这具不服少女竟然是在海拔六千七百米的火山上 被考察队无意间发现 她的身上没有一处鼓烂 一头浓郁的绣发 无黑发亮 甚至连身上的丝织品还依旧色彩鲜艳 让专家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她的旁边竟然还放着一顶尊贵无比的羽毛皇冠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让专家震惊不已 这位来自五百年前的冰冻少女 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何会独自死在这里 她又是如何登上这座海拔高达六千七百米的高山之上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快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冰冻五百年的少女之谜 1999年 在南美安蒂斯山脉 一座高达六千七百米的火山上 一个震惊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 有支考察队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古墓 墓主的尸体被紧紧的包裹在丝织品之中 当考察人员将包裹在他身上的丝织品揭开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一个蜷缩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的女性 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的发丝和皮肤看起来都完好无损 最近一件件刻有神秘花纹的陶瓷 金银雕像和纺织品也被他们慢慢的清理出来 这些器物保存的十分完好 连纺织品都没有丝毫褪色 看起来鲜艳无比 其中一顶羽毛皇冠 连一根羽毛都未受到损伤 看起来这个女性死亡的时间似乎并不静 但是接下来考古学家的一句话 却让众人震惊不已 她认为这些随葬品的年代应该来自于500年前 而且上面的神秘花纹告诉她 这个女性来自一个神秘的国度 那就是曾经统治南美洲的印加帝国 这是一个失落的文明国度 她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 并称为印第安三大古老文明 所以这个女性的出现 对考古学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因为山顶寒冷天气和细胞的氧气 使这名女性的尸体被文好的保存了下来 为了保护这具珍贵的木乃伊 考古人员特意为她 定制了一个冷冻胶囊 但是想要了解曾经辉煌的印加文化 他们还有很多的媒体要揭开 一个柔弱娇小的女性 是如何出现在这座 海拔高达6700米火山顶上 考古人员猜测 会不会是她在死后被人抬到了山顶 但是经过对尸体的观察 他们否定了这个答案 尸体上的痕迹告诉他们 这名女性是在到达山顶后才死去的 但是大多数人 在平均海拔为4000米左右的西藏 都会出现高原反应 所以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技术下 要登上常年积雪空气稀薄的高深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这名女性为何会来到这样的地方 还在这里离弃似亡呢 南美安地斯山脉 发现世界上最完美的木乃伊 甚至连皮肤上的毛孔都清晰可见 她死前面容安向 身上也没有任何外伤的痕迹 为了弄清这位女性的死因 考古人员决定对她做一个详细的CT扫描 在一天中最为寒冷的夜 她被小心翼地撞进了冰箱之中 紧急运往了医院 进行了一次全身的CT扫描 结果令考古人员大吃一惊 根据结果显示 这名女性的年龄竟然只有14岁 而且身体内部也没有受到创伤的痕迹 难道她是被冻死的吗 但是在检查了她的胃部之后 考古人员错误定了这个答案 因为少女的手脚并没有冻伤的痕迹 而且她的胃部也没有出现 冻伤后会有的溃疡 但是考古人员疑惑的是 少女的嘴巴却有一块异常的隆起 在CT画面中 一团残留物清晰可见 这些残留物是什么 和少女的死因会有关系吗 但是因为年代已经太过久远 这些残留物已经无法检测 为了弄清少女的死因 一位生物学家对少女的头发进行了检测 结果令她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根据检测得到的信息 这名少女在去世之前大概三个月 她的饮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一开始正常的食物变成了我们俗称的干粮 以及玉米和冻干骆驼肉 这是历史上印加人旅行时才会吃的食物 而且考古人员还在去往山顶的遗迹中 发现了玉米和牛肉干 这一切都表示 这名少女在死前的三个月 正在经历一场神秘的旅途 结合女孩身边出土的随葬品 和那顶尊贵的羽毛皇冠 考古人员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莫非这个女孩所经历的是一场盛大的献祭仪式 如今在安蒂斯山脉一些传统的社区中 一些献祭行为还在延续 当一些萨满教士得知少女的事情后 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 对于他们来说 山脉是无比神圣的存在 而少女所埋葬的山峰 更是安蒂斯山脉最高的 他们认为山脉掌管着农作物和牲畜的生长 难道这个女孩竟然是用来 献祭的祭品啊 一位年仅14岁的少女 为何会被埋葬在海拔6700米的高山上 随葬品中还有一顶尊贵的羽毛皇冠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考古人员还在当地的萨满教徒 口中得知 他们在献祭的时候 通常会咀嚼顾客的叶子 顾客曾被印加人视为圣养 他能遇寒减轻未净暖 对于高山反应有着很好的消除作用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 假如摄入剂量过多的话 还有致死的可能 考古人员猜测少女嘴中的残留物 应该就是骨科叶 有了方向之后 考古人员马上对少女的尸体 进行了一个检测 结果显示 她的身体内存在着大量的科卡因 难道少女是因为使用了过量的骨科叶 才会死亡的吗 但是以她体内的含量来看 这些并不足以致人死亡 少女全身上下都没有伤口 而且也不是被毒死 那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时有位考古人员 想起了少女刚出头时 被包裹 严严实实的场景 原来最重要的线索 一直都在他们眼前 但是却被忽略了 这名少女在死之前 拒绝了大量的骨科叶 意识已经不清醒 又身处海拔 六千七百米的高身上 当时她的脸上被缠上布条 就会无法呼吸 导致缺氧 窒息而死 少女的死因终于被揭开 但是 陶古人员的疑惑 不仅如此 在五百年前 骨科叶被称为圣养 只有皇室贵族 或者宗教内的重要人物 才能复用 说明这名少女的身份 绝对不一般 正在这时 陶古人员对于墓中随葬品的研究 已有了新的发现 一件男款的树摇外衣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衣服上面的花纹 象征着印加两个地区的情意 说明这件外套的主人 最起码也是当地的统治者 甚至还有可能是皇室成员 而这件衣服 却被搭在少女的右肩上 说明 衣服的主人很有可能 正是少女的父亲 少女所经历的一切 到底是不是一场献祭 而她的父亲 又是抱着何种心态 亲眼目睹 女儿的死亡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陶古人员 插约了仅存的资料 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 传说 印加帝国信仰着当时的太阳神 每年 他们都会在全国范围内 挑选一个美丽的少女 来侍奉伟大的太阳神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 这是一件 无比荣耀的事情 假如是 贫民家的女孩被选中 甚至可以 以一步登天 但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荣耀背后要付出的 却是生命的代价 被选中的女孩 会带上墓中出土的那地 象征尊贵 羽毛皇冠 被护送这踏上 长达三个月的旅途 但是 考古人员认为 与其说是护送 不如说是贪官 当他们历经艰难 登上顶峰的时候 他们开始了 中眼的献祭仪式 在这个过程中 少女因为意识 已经不清醒 所以没有丝毫的挣扎 献祭仪式结束后 少女的头部 被紧紧过住 最后 窒息而死 而当时她的父亲 就在旁边 亲眼目睹 整个过程 这次 这名少女身上的秘密 已经被完全揭开 但是 神秘的印加文化 还在等待着 人们的挖掘 你怎么看待 这种献祭行为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